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念一品要三个月 全部你才念完 我全部念过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般若波罗蜜》佛经里面讲 一切诸佛从般若波罗蜜而出生的 接下来再看了进佛国土 我先打出来 我知道有些脸有要抄 这个是讲义上没有的 我有时候听到了一些新加坡的法师 还有跟脸有说 我们要行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也有很多不同的定义 释迦摩尼佛是在这个人间成佛的 对 没错 可是你不要忘了 释迦摩尼佛多生多劫都在六道度过 住过 释迦摩尼佛在没有成佛之前 现在都帅内院跟弥勒菩萨一样 叫做善会菩萨 所以换句话说 释迦摩尼佛每一个空间都住过 也利益过众生 释迦摩尼佛当一个鹦鹉的时候 他也有菩提心 释迦摩尼佛在本圣经里面也当过九色鹿 所以 净佛国土 清土 净土 净土 不是只有指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佛菩萨都修净佛国土法门 所以我听到有些连友说 我不要去净土 我生生世世要在这里 其实你讲话不太正确 我跟你讲真话 你都搞不清楚什么叫净土法门 是每一个众佛都要修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有三个内涵 请看第一个 圆成佛道 第二 庄严净土 第四个 广度众生 我用幻灯片里面用现代的比喻让你比较懂 什么叫做圆成佛道 举个例子 你很像新加坡 不管年轻人或老人家 要很苦心的买一间政府组屋 或是你买一栋政府组屋 那也很好 假如你有福报 假如你不买政府组屋的话 你有买两层或三层的 漂亮的豪宅或是公寓 假如你要买一栋房子 那你一定要算 我要多少的钱 我要做工 要做多少的年 每一个月我要存多少钱 就算我第一期先贷款了 我家人搬进去 可能你一签约就要签几年 你们新加坡签几年啊 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啊 三十年啊 哎呀 太可怕了吧 三十年都被卖掉了 我们台湾是签二十年 而且你们新加坡很抱歉 签了三十年 还有最多呢 住几年啊 九十九年的 或是六十年的房子 对不对 也不是你们的 所以请问 当你断气的时候 你可能什么东西都带不走啊 那台湾可能国土比较大 我们买的房子是可以做自己的 Permint property 就永恒的财产 可以留给子孙的 所以不用每一代都买房子啊 那多辛苦啊 买到最后呢 都变白头发了 对不对 好 可是你现在 你真的发心 要成家立业 乃至于你一个人住 或跟你爸爸妈妈住 你都要买一栋房子 你不是要很用功的去工作吗 这个就是说明原成佛道 所以成佛 说难也不难 说容易也不容易 要很认真 很精进 第二个 请问你买的房子做什么 关起来自己一个人住吗 你可能会跟爸爸妈妈住吧 还有 你房子里面一定有客厅 厨房 位于设备 看第二个 庄严净土 我用客厅做比喻 你一定会很用心 布置你的客厅 对不对 你会一般请问 你们客厅里放什么 对 我也看过莲友佳 放一个这么大的电视 旁边像一身这么小的观世音菩萨 可见观世音菩萨都没有电视来的重要 从客厅设计里面就知道 什么东西是你最重要的 这是真的 师父不是说笑话 我也学过室内设计 我还会设计佛堂 所以佛教徒应该一进门口的时候 你要看到庄严的佛堂 你进门口 我是向右转 我向左转 你要看到佛堂 你是佛弟子啊 有人说 哎哟 师父 这个时机不好 我家没有这么多的空间啊 我连买沙发都没有钱了 我怎么会有时间买佛堂 错 就是你没有供佛 所以你这么没有福报啊 你想想看我们人间七八十年 你供过几次佛呢 所以新加坡我公开鼓励 再小再小你们都要有个佛堂 你可以买一个书架 小小的 最上层供佛 佛的卡片你都可以 第二层供水或是香 不会没有的 你不是要发财吗 我教你方法 你不相信啊 广修供养院啊 真的 你不要看师父 我虽然全世界去讲经 对不对 如果比较跟我有缘的 我搬进来 第一个我一定先设计佛堂 海银谷是很慈悲的借我一个房间 我第一个就先点香 我有个很庄严的佛堂 我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个一定供香 然后先打坐跟送经 所以你每天都很用心布置你的客厅 所以从客厅里面呢 你们最喜欢什么 很大的 42寸的大电视 对不对 再来呢 再一些假花 古董 再来听说 买一个水球 然后一直转一直转 就会发财 就买一个大大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么小尊 很有趣吧 所以净土从哪里来 从你的心布置而来的 那你布置的客厅做什么呢 请你的亲朋好友来啊 对不对 所以希望各位用心一点 礼拜六礼拜天 把你的家里打扫一下 你的房间就是你的净土 你的家就是你的净土 那你房间客厅 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但是当你布置的很好的时候 你的心也会很宁静 好 接下来你有个很漂亮的客厅以后 做什么 自己躺在那边 就这样 一百台的电视 一直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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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睡着吗 你一定是第三个 请看幻灯片 很真心的欢喜心 邀你的亲朋好友来欢聚 做什么 唱卡拉OK 对不对 也可以唱佛曲吧 坐下来喝喝茶 对不对 关心你家朋友 所以可见 你的客厅 是用欢喜心来跟别人分享的 同样的 菩萨庄严净土 三千大千世界啊 你看阿弥陀佛 或是药师佛 他有庄严的净土 他不是一个人坐在那边 翘着腿 二郎腿来享受的 他是什么 广度众生用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修 净佛国土法门 了解吗 所以可见有人讲说 我不要修净土 然后我要只要待在人间 人间也是人间净土啊 请看下面 我放几张照片给你们看 第一个 华颜会上佛菩萨 华颜会上佛菩萨 释迦牟尼佛 文书跟普贤 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净土 接下来看 依他净土 就是千华台上 鲁舍那佛 光明山有千华台上 鲁舍那佛的大理石 那个就是你们受戒的地方 依他净土 依大宝莲花 有一千个莲花台 而显现的 毗鲁浙那佛 接下来再看 假如你读法华经 法华经当释迦牟尼佛邀请的时候 过去无量阿森齐节的什么 多宝佛塔 现前 中间是多宝佛塔 这就是日本人写的 南无火轮雷 这个我是在伦比尼园 日本的妙法寺拍到 左边是加牟尼佛 右边是多宝佛 代表过去佛跟现在佛可以碰在一起 我刚才说过嘛 你有客厅 客厅做什么 邀你的亲朋好友来 假如现在有个十年 二十年或三十年的好朋友 突然Email给你说 我要来新加坡了 那你一定很高兴吧 除非来讨债的 你一定很高兴的 对不对 It's so nice to see you again 很高兴看到你 所以表示说 过去的佛跟现在的佛碰在一起 也是非常欢喜的 所以说明 过去跟现在是没有障碍的 表示你过去的好朋友 跟现在的好朋友 也可以常常见面的 这叫变现净土 所以假如恒真净土 就是智者大师说的 当他送了法华经入定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印度 灵鳩山还继续讲经说法 只是我们没办法进入那个空间 接下来再看 灵鳩山 释迦牟尼佛说法台 我去过两次 我这边为所有的众生念 普贤行愿品 我念到整个虚空 都是普贤行愿品的经文 非常的庄严 很多的大菩萨 很多的阿罗汉圣者 乃至于天人 也都还在这边修行 只是我们人间 自己眼睛没有看到 所以若有机会 你去了印度菩提家园 不要忘了要去灵鳩山 要去纳烂陀大学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就在这个地球上的 灵鳩山的这个净土 好 接下来 在座海音古寺的很多灵友 跟东方药师佛非常有缘 我今天就介绍 药师佛海会 一点点 应该请传医大法师来介绍 他是专修药师法 请看 药师佛有药师海会佛菩萨 日光菩萨 月光片照菩萨 日光跟月光 还有它有十二大要叉 所以 没有一个佛菩萨不修净土法门的 再看 中国是古代的东方药师佛 有没有发现 还是圆圆的 中国人画画都喜欢圆圆的 那你怎么知道它是药师佛呢 中间有拿多宝佛 宝塔 药师的佛塔 对不对 宝塔 接下来再看 中国式的东方药师佛 其实 在佛教的历史演变里面 释迦摩尼佛的右手边 本来我们不是叼药师佛 应该叼东方的是什么呢 一 假如从般若经来讲是阿处皮佛 或者是东方的角度 代表过去 现在跟未来的话 东方应该叼的是呢 在金刚经里面 人灯佛为释迦摩尼佛授记 我改天再给你们看图片 东方它本来是供的是阿处皮佛 或者是东方是供呢 人灯佛 那假如东方是供人灯佛的话 中间释迦摩尼佛是现在 那未来是什么佛呢 那是弥勒佛 对 可是在中国唐朝以后 唐朝以前还不一定是东药师佛 中国人从古至今 医药很发达 中国有针灸 有拔罐 有各种的医术 中国道家也很讲究养生 所以中国的医药是很发达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动不动呢 就要去给医生 哎呀师父 我不行了 塞鼓啊 请你帮我把个面 对不对 给我开几个药吧 我们现在都很喜欢吃补药啊 补药不要乱乱吃啊 越补越大洞啊 你要真正生病才吃药 所以中国人从古至今 对医药是很发达的 也很专严的 那中国在宋元明以来 改朝换代 战争很多 杀生很多 所以中国人病痛也很多 所以从唐朝以后 中国人都希望什么 学佛 你想想看 你什么时候来学佛呢 病太多了 你希望自己呢 不要生病啊 我看了很多很多的医生 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结果病还是没有好 所以东方药师佛就 登登登登 排行榜第一名了 对就是这样来的 对不对 所以中国人非常喜欢东方药师佛 很好 我也很赞叹药师佛 药师十二大院 献身让一切众生消灾免难 还有十二大药叉 所以各位 若是海印古寺的莲友 你要修药师法门 好好念药师经 念三千遍 五千遍吧 不要混得太凶 甚至你每天可以至少念 一百零八遍药师神咒 这是很好的 你要真正能也发愿 希望众生不但解决身体的病控 的确现在这个时代 动不动呢就是什么 N1H1 对不对 动不动呢 Virus 的确我告诉你 未来的众生业力非常的重 其实两个东西就可以毁掉人类 以我的观察 第一个什么呢 病毒 一个病菌呢 全世界都死掉很多人 你根本不用等上帝来审判 也不用等佛陀的世界末日 佛教也没有讲世界末日 所以佛教虽然有讲地狱恶鬼出身 那是你的夜报 第二个呢是什么 天灾跟人祸 只要呢有一个地震 或是呢一个台风 或是呢一场大水 或是呢一场大火 所有的众生就受苦了 那你会问这些病菌从哪里来 事实上从众生的业额来 所以现在在华人的世界 乃至于待会我会介绍 藏传佛教也公开呼吁大家念药师佛的咒 很好 非常好 可是注意听 当你发愿药师佛的时候 不要只是希望说 好了我只要消灾免难 健康长寿就好 你还希望我自己的身心 清净如流离一般 像药师佛一样有大悲怨心 像药师佛一样有救度众生的大怨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台湾有很多的医院也供药师佛 甚至很多的呢 我们讲白衣大士护士也念观世音菩萨 很好 这代表这个佛 药师佛跟这个观世音菩萨呢 是解决众生的痛苦的 好再看下面 这个是药师七佛 一尊佛可以化现为七个 药师佛有药师流离光如来功德本愿经 也有药师七佛经 有不同的翻译 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日光菩萨 月光菩萨 日光骗照菩萨或月光骗照菩萨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式大乘的药师七佛 好再来看最近 好再来看最近 对 用木雕的非常的庄严 为什么呢 这个也是中国式的 中间是药师佛 然后呢 日光跟月光骗照的菩萨 完全是用木雕的 要涂金漆的 非常的庄严 好再来看一下日本的国宝 用青铜做的药师七佛 中间先看 它药师佛是做的 药师佛的背后有七尊佛 药师七佛 那右边跟左边站的日光骗照菩萨 月光骗照菩萨 所以药师法门在日本也非常非常的弘扬 这本呢 我是从网络当录 有一个人是从书上拍下来的 他从一本书叫药师法门会编 因为日本人很重视国宝 很重视文物研究 但是很抱歉 有一点我不太同意 我请问你 在大殿里可以拍佛菩萨吗 想一想 你觉得可以拍佛菩萨的请举手 没有人举手 表示你们都不可以 手放下 你觉得大殿里这样拍照 对佛菩萨不太恭敬的请举手 也没有 那你们没有聚会我都在干嘛 打混啊 那你觉得两个都没差别 只要有恭敬心就可以了 请举手 好 手放下 我为什么会理问这个问题呢 我是要问你 学佛是应该有智慧 请问佛菩萨可以拍照吗 答案是可以的 你要有恭敬心 当然有一种特例 你到了艺术馆或是文物馆 比如说你到东黄壁画 他会说 no flash 就是没有闪光 因为闪光啊 一天闪光一千个人 一年所有的闪光 那些壁画是会脱落的 所以站在佛教文物的角度呢 是不要闪光 但是事实上佛菩萨是可以拍照的 我也听过老菩萨说 美塞哦 你怎么可以拍佛菩萨呢 佛菩萨也没有说不可以拍啊 对不对 当然你在佛菩萨面前拍的时候 也要很恭敬 你要合掌也可以 你要欢喜 耶也可以 不过呢不要太报效就可以了 好 现在有个问题 日本人呢 他不让你拍佛像 答案是什么呢 因为要赚钱 他说呢大殿不可以拍 可是前面有gift shop 通通已经拍好了 请你买 我不太赞同这样的想法 Tony啊 这样把佛教 变成一种文物去贩卖而已 假如每一个人 都能够家里挂一副钥匙欺佛 假如每一个人 都能够挂一个 商业金色的千手观音 那佛菩萨不就千百亿化身 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佛菩萨了吧 所以有时候你要想 你的心量比较重要 还是世俗的利益比较重要 当然假如你到寺庙去 你要拍照的话 你要是看到no photo的话 假如你要拍照的话 当然要经过他们同意 免得你会发生一些误会跟争吵 了解吗 那日本的很多国宝 都是不准人家拍的 我觉得心量太小了 这是我的想法 再看下面一张 日本式的药师佛与两大菩萨 注意这是坐姿 药师佛做的 两个菩萨站的 那你看到旁边有很多的帆 就是日本人发明了 把很多做成木雕跟铃铛 还有传方宝盖 这是代表共佛的 像我们大乘里面 像海印古斯做法会 传方宝怪它挂的是用布的 可是在日本呢 是用木雕而七金七的 对不对 那它的花也有用假花 那都是它另外一种 表达恭敬的方式 再看下面一张 西藏式的药师七佛 注意西藏的药师佛是深蓝色 右手拿药草 左手拿一个波 里面有干露 那除了中间之外呢 它旁边向右旋转 上面有四尊 下面有三尊 每一个颜色不太一样 首饰也不同 这就是药师七佛 所以西藏人也修药师法 尤其现在全世界 乃至于Gamagaji 大法法王 全世界也呼吁念药师佛 为什么 众生病毒太多了 业力太重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假如有一个细菌的话呢 机场都很紧张啊 对不对 那出门呢 你也怕 为什么 会得病 所以各位 若是你真的在疾病 现前的时候 师父有两个方法建议 第一个 念药师咒 喝药师水 第二个 我念大杯咒 我六字大明咒 喝大杯水 每天喝大杯水 你就比较不会生病 我不能说完全不会 你业力现前的时候 该死的时候 还是会死的 可是你看我去过很多国家 对不对 我也自己喝大杯水啊 自己念大杯咒 或念药师咒 所以希望大家发愿 学药师佛的十二大愿 再来看 西藏也有一佛二菩萨 日光跟月桩片照菩萨 他画的一个是橘色 一个是白色 中间是深蓝色的药师佛 庄严 接下来我刚才说 净佛国土 任何一个佛菩萨都有净土 所以不修净佛国土的人 是很奇怪的 那你怎么成佛呢 那你怎么要广度众生呢 所以不但东方要是净土 西方当然也有阿弥陀佛 无量寿如来的净土 你看西藏佛教也有 无量寿佛阿弥陀佛的净土 那这张幻灯片里面 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再来看 不但佛菩萨有净土 大的菩萨也有净土 看有名的大智文书施利菩萨 他也有唯心净土 文书菩萨专门讲波尔波罗蜜 你看他的净土前面有一个智慧剑 那他有两个菩萨 这是西藏式的文书菩萨的净土 再来看观世音菩萨 六字大明咒 他也有净土 那你说怎么样知道是净土呢 一佛二菩萨 有很多很多的眷属 这就成为净土 所以各位将来你成佛的时候 你也会有净土 所以你应该很高兴 想一想 当你成佛的时候 要设计的时候是什么呢 我想我会为小朋友 多设计一些云霄飞车吧 让他们玩 玩开心的时候 就过来诵经 对不对 所以 每一个佛菩萨净土 再来看 寄报净土 所谓寄报净土 报是指报身 寄就是暂时的 暂时的弥勒菩萨 住在我们这个世界的都帅内院 南摩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 你看弥勒菩萨旁边 就有很多的弟子 起码有四个 这图片里面 拿各种东西来供养弥勒菩萨 请弥勒菩萨说法 所以 没有一个人不修净土法门的 所以当有人法师或是脸友说 我不修净土法门 我要在这个人间深深是行菩萨道 其实他的想法是不太正确的 我没有说完全错 但是不太完整 你跟他讲 每一个人都要圆成佛道 庄严净土 广度众生 好 接下来再看 讲义七十二页 第十一行 刚才讲五种因缘不会退转 我刚才讲了这么多 是要讲第二类 愿生彼佛 世尊国土故 现在讲第四类 你要休息 现前顿号 住等三摩地 住等三摩地 这叫平等三摩地 你可以写在旁边 因为这是古汉文 住等三摩地 也叫做平等三摩地 即随喜得者故 随着法喜充满 因为你的心就念念在三摩地当中 所以这四个因缘 也会让你得到不退转 那这里听好 他讲五个因缘 事实上五种因缘 都可以得到不退转 但真正真正的 永远的不退转 只有第五个 前面四个呢 有时候会这样静静退退 静静退退 但注意听 静静退退 只要以华言经十地经论的架构来说的话 菩萨从出地欢喜地 就从凡夫而进入圣人的位置 就永远不会做凡夫 但是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到六地 这个一到六之间 他会静静退退 会 但是他不会退回变凡夫 最低呢 就变成一年级 举个例子好了 新加坡小一到小六 你进去呢 考试读书 对不对 一年级读不及格 再读一年嘛 读完了以后明年读二年级 到了三年级四年级 老师觉得你的数学实在太差了 连加减乘除啊 对不对 四个加减乘除 四种运算啊 还是呢没学好 那他可能会要叫你再回去读 一年级跟二年级的数学 对不对 结果你回来读了以后呢 过了三年以后呢 你又不好 然后再读五年级六年级 到了六年级的时候 你的数学呢更复杂了 各种数学都要算在一起的 对不对 有部分的这个几何学啊 或很多很多不同的难的数学 结果呢 后来呢 老师会觉得你虽然到六年级啊 可是你二年级的数学还是很差 那怎么办 只好找补习老师帮你补咯 所以可见者 一年级到六年级里面是会 进进退退的 用这个比喻是告诉你 菩萨若没有正道不对转 也就像这样 但是呢你知道吗 你到六年级的时候 他不会赶你回去说 回去读kinder karten 不会叫你读幼稚园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很大了 不太适合在独幼之园了 用这个比喻就跟你讲 菩萨正如初地欢喜地以后呢 他就不会退为凡夫 但是他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到六地还会退 一直要到哪里呢 佛经岛七地或是八地 完整讲要到第八地不动地 才不会退 请看第五个 若此菩萨助菩萨不动地以得无声忍 请看幻灯片 我做一个记号 叫八地不动地菩萨 叫做究竟决定不退转 我举一个例子 我最喜欢举的 谁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郭俊生修行的时候呢 他呢 刚开始是出地欢喜地菩萨 他发了广大的怨心 后来呢 他觉得众生他度了呢 又继续轮回 有些众生从地狱恶鬼畜生 求观世音菩萨来生投胎到人间 然后求男得男求女得女 什么东西求了 那观世音菩萨都打满他的怨 慢慢慢慢修 修到天上的时候呢 因为造了很多的恶业福报响尽 因为天上寿命很长啊 美女很多啊 享受很多 等到天上福报响尽 懂得人呢 又掉到人间来了 很苦的时候呢 又拜观世音菩萨 结果呢 可能呢 又投胎到给郎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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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造业 然后死掉的时候 又到了地狱恶鬼出生了 对不对 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又念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好了 又投胎做人了 不一定投胎新加坡 可能投胎South Africa去了 然后看到师父的时候 哎呀 闺蜜三宝很高兴 又开始念观世音菩萨 所以可见呢 众生都是嘛 佛经讲 头出头末 像大海一样 头一下跑出来 一下跳进去 像游泳的时候 你要深呼吸 各位小朋友 你如果游泳的时候 要呼吸 头一点跑出来 然后吸完气以后 你就跑到水里 叫头出头末 头出头末 轮回就是这么苦啊 所以告诉你真话 每个人都当过男众 也当过女众 我们呢 也在天上住过 很快乐过 我们呢 也忘记了 我们也在人间 打混过 混很久 我们每一个人 包含我 过去世都在地狱 恶鬼 出生 受过苦过 释迦牟尼佛也说他 多入地狱的故事 当释迦牟尼佛将本圣经 给所有大菩萨听的时候 菩萨不会觉得 释迦牟尼佛很丢脸耶 为什么 他反而觉得释迦牟尼佛很伟大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六道轮回当过 可是呢 释迦牟尼佛不一样的是嘛 他纵使在六道轮回当过 但是他永远不放弃他的菩提心 所以他现在成佛了 所以在显密观音 显密圆容的观音法门里面 我讲了一段很真诚的话 在没有成佛之前 甚至说你还没有出过 虚佛环之前呢 谁都不要嘲笑谁 大家都很丑陋的 因为你都有很多贪真知的烦恼 但是你也要鼓励你自己 所以再回讲回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什么呢 就是他看到一切的众生 他都满他的愿 你们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对不对 临时抱佛脚 观世音菩萨 我儿子呢 下个礼拜要考试哦 保佑一下 这个很重要 考不完呢 被荡掉的话 我又要付一年的学费啦 你就开始拜啊 对不对 观世音菩萨满你的愿吗 好 所以很多的众生呢 都是这样 有苦难的时候你求观世音菩萨 苦难过的时候呢 你早就把观世音菩萨给丢光啦 是不是 可是啊 注意听 观世音菩萨从来没有骂过你啊 也没有生气过 对不对 所以可见呢 观世音菩萨在千光王敬祝儒来坐下的时候 有一天他真的掉眼泪了 他说老师我不想度众生了 众生太难度了 我帮了这么多的众生 从三个道度到人间 人间度到天上 天上度到净土 所有的众生呢 就像大海的鱼一样 捞出来 放下去 又继续在大海里游啊 所以我不要度众生了 这时候千光王敬祝儒来说 不可以啊 你发了菩提心 守了菩萨戒 放弃众生 是破戒的 不可以 那他就问老师 怎么办呢 他说我有一个方法 教你大悲神咒 这时候呢 千光王敬祝儒来就念 南无荷莱丹内多来亚耶给他听 中国的大悲咒 然后他一念的时候呢 他就一念顿超 跃八地 注意 从第一层楼坐电梯 就上了第八层 八地就不动地 立刻他就变成千手千眼 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故事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可见 念大悲咒 可以让我们凡夫 震到八地不动地菩萨 所以各位发心念吧 假如你不能修道的话 你不能修这个法门的话 释迦摩尼佛不会在这个世界说 你对这个法门要有信心 你看他 一念顿超越八地 就像八层楼 八层楼有两个方法 有很多方法去 第一爬楼梯 一二三 一二三 爬一下呢又喘一下 对不对 爬两层 然后又休息一层 还有一个方法 坐电梯 现在大家坐电梯是没问题 对不对 举个例子 四十年前 假如我们在台湾 告诉你 老菩萨来坐个电梯 哎呦 怎么会这样 进去就会上去 那不是有问题吗 很可怕耶 知道吗 四十年前叫人家坐电梯 是很可怕的 那万一电梯夹住出不来 怎么办 对不对 可是现在我们大家会觉得很方便 为什么 就知道电梯很方便 新加坡有七十五层楼的大楼 它也分两段式的电梯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会现在觉得电梯很方便 因为在我们的现代科学知识里 你可以接受 而且它会定期的检查 对不对 发生任何的问题 Security Guide 它会帮你检查 同样的 念大悲神咒 也是呢 最好的坐电梯 所以他看经文 叫做 究竟决定不退转 所以你要先发愿 从今天开始 愿我跟一切的众生 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像诸佛菩萨一样 早日正到无声法忍 得到八地不动地的菩萨 叫不退转 在阿弥陀佛菩萨一样 在阿弥陀经里面讲 众生生者皆是阿彼八至 你发了这个愿 不一定现在就正德 没关系 起码是一个目标 一个理想 有人呢 将来会到极乐世界的时候 才正八地不退转 有人会到呢 东方药师净土的时候 药师佛为你受祭的时候 你才会正不退转 所以请看下面一张图片 这就是极乐净土 上品上身的菩萨 是在家的大菩萨 你看他有披加沙 受菩萨戒 可是呢 他有留头法 所以在家人也可以正到 八地不动地的 不退转 比方说 观无量寿佛经的韦提西夫人 听到释迦牟尼佛讲极乐净土 他往生极乐世界 他就是在家大菩萨 他正到八地不动地菩萨 不动地有什么好处呢 太多的好处了 讲不完 我讲一个例子 诱惑一下大家好了 我们一个人 要变两个很难 对不对 可是八地不动地 一个人呢 可以变无量无边的身体 所以你有无量无边的身体 帮你煮菜 一个扫地 洗碗 做很多事 你就不用一个人这么辛苦嘛 对不对 贵命三宝 贵命三宝 啊 那么辛苦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你总是闲 你的孙子不来帮你 你的儿子女儿不来帮你 可是正到八地不动地的时候啊 你可以千百亿化身啊 可以到无量世界 不是一个人哦 也不是一个身体 回到地球 你可以来到地球呢 画无量无边的身 但是我相信你至少会画一个身 到新加坡来 继续做PR 因为你从这个世界投胎去的 你会觉得这个国家 对你有恩 这个地方有很多你的亲朋好友 他们还在轮回里受苦 所以到了极乐世界 当八地不动地的时候呢 就像什么 太阳光反射一样 它可以千百亿化身 画无量无边世界 每一世界画无量一身 每一身呢 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每一个众生 都可以让它成佛 这叫八地不动地的功德 谁是做代表的呢 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 在《华严经》里面 它就代表八地不动地菩萨 所以各位要发愿 好 接下来再看经文 先看七十二页 第十四行 问曰 此四种因缘中以一因缘 菩萨得不退转者 就是说这四个因缘里面 都可以让菩萨正道不退转 但真正要最为殊胜的是要第五个 第五个是正悟 前面讲你闻到佛的名号 佛菩萨也会加持你 第二类你求生 敬佛国土 每天跟佛跟菩萨的莲齿海会在一起 你也会慢慢慢慢正道不退转 第三个 你生生世世读金刚经 波耳经也可以得到不退转 第四个 你生生世世修大乘的三摩地 以及随喜功德 法喜充满 也会让你得到不退转 接下来他问说 问二十一的意思是说 菩萨得到不退转者 先说好像如就投一 那应当情形精进 那怎么样能够成就呢 请看一百一十诵祭送 然比诸菩萨为求菩提时 精进不应习 以贺重但故 把后面两句话起来 精进不应该休息 就是勇猛精进 昼夜精进 所以为什么你在打禅期 跟打佛期的时候 师父要你睡少一点 最多睡五个小时 或六个小时 就是呢 生命很可贵啊 你现在来打禅期 跟打佛期 对不对 应该少睡一点 多精进用功 下面以贺重但故 就是呢 你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子 要做 什么是重要的担子呢 发愿要救度一切的众生 这个愿力是应该你去努力的 好 再看下面 说服四种因缘当中 随任何一个因缘 菩萨都可以得到不退转 可是啊 在所有的条件里面 最重要的是嘛 精进不退 精进不应该休息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动力 因此他说 我当令所有的众生都成佛 你们在读金刚经 不是有讲到吗 释迦牟尼佛发愿 若胎身 卵身 失身 化身 一切的众生 我都要发愿 让他住无余涅槃 跟这里的意思是一样 我当令诸众生 都挣得涅槃 这里的涅槃是指无余涅槃 就是无上的佛果 因为我赫丹如来的重担故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谓过程当中是什么呢 是从你现在发心 一直到成佛的这个阶段 你都要精进不退 好 我讲一个故事 鼓励你一下 讲大制度论 今天我想讲一个故事 然后待会我们就要讲 后面的禅修 在大制度论里面 曾经讲过 释迦摩尼佛曾经有一身 为商业界的大老板 他很会做生意 福报很大 而且呢 做生意非常非常的好 有一次呢 他率领了一大堆的商人 到外面去做生意 结果呢 他赚了很多金银珠宝 骑了骆驼 还有骑的马 要准备回到他的国家 在这个回到国家的当中 他经过了一个树林 树林里面有住了很多罗刹鬼 罗刹鬼就是什么 嘻嘻嘻嘻嘻嘻嘻 这样子 所以我在新加坡公开说 大家佛教徒 最好不要看鬼电影 我也从来不看鬼电影 很奇怪 为什么你们要看电影 鬼电影来吓自己呢 真的 不要看鬼电影 不然你将来就会投胎变成 嘻嘻嘻嘻嘻嘻嘻的 而且你呢 做鬼的时候 还不一定会见得到新红法师的 因为我也不一定看得到你 好 这时候释迦摩尼佛带了一堆的商人 他遇到了罗刹鬼 这时候这罗刹鬼有神通 就绑住了他 震动 谁也不能动 但释迦摩尼佛他是领队 他就非常生气 他想糟糕 这下我有麻烦了 那这个他是一个领队 所以呢 那个鬼啊 青面獠牙就站在他的面前 这时候释迦摩尼佛就用右拳打了他一下 糟糕 被鬼吸住了 那鬼呢有像磁铁一样吸住他 然后他用左手再打了一下 糟糕 左手也被吸住了 他两个手就不能动了 这时候他用右腿踢他一下 又被吸住了 左腿一吸 哇糟糕了 两只手两个腿都被吸住了 对不对 那时候鬼就用 吸吸吸吸吸吸 你现在没办法吧 释迦摩尼佛他很精进的 用头撞他 撞他 就撞了以后头还是被黏住了 黏住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 哼 我才不怕你的 你可以黏住我的手 你可以黏住我的脚 你甚至可以让我的头很不舒服 但是你控制不了我的心 释迦摩尼佛讲了这句话 这时候一讲完 那个鬼被他吓到了 他说你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你这个心的力量非常强啊 你的心而产生精进的力啊非常强 我本来是要你好看的 可是我发现了 你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就是你的精进力很强 我想呢 我一定打不过你 所以我就放你走了 就这一刹那 生灵就不见了 鬼也不见了 释迦摩尼佛就平安带着这个商队 回到他的家乡了 这是一个真的故事 在大制度里讲佛的精进力 所以下次你碰到鬼的时候 不要怕 他不会控制你的念头 别人什么东西都可以控制你 可能给你少一点的面包 少一点的衣服 对不对 可以让你很不舒服 但是没有人能够控制你的念头 所以你要训练你的念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故事来说明释迦摩尼佛的精进力 了解吗 好 经文的部分 我讲到这一段 接下来 我想要讲 昨天叫你们读的 请翻开讲义 请翻开讲义83页 好 我每天都会讲一小段 我昨天有教你们预习了 对不对 介绍大乘禅观的核心 请看讲义 好 在讲这个大乘禅观的讲义之前 我会有一些补充资料 请专心听 第一个 我刚才说过 禅 是每个人都要修的 不要说 我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我是念阿弥陀佛的人啊 我是同修生东方药是净土的人啊 我不需要修禅中 其实这样想法是错的 禅 就是训练你的心 心很不散乱 很专注的就是禅修 所以先看幻灯片 早期在禅中里啊 真正的禅啊 不是只有做看念头 请看幻灯片 这张我常常放 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对禅中误会很多 第一个他要忏悔拜佛 禅中也是释迦摩尼佛教的教法 虽然摩赫加社在灵山会上 释迦摩尼佛眼花为笑 无有正法眼障 涅槃妙心 传语摩赫加社 摩赫加社成为禅中的第一代祖师 传到中国 所以中国禅中最有名的是六祖慧能大师 待会我会看到他的肉身照片 第二个禅中的人也要在诵经之前 跪下来先发四红识悦 接下来他要诵经 诵波尔经或金刚经 接下来静坐 静坐的方法有很多 有小臣的禅观想四念处 或大臣的禅观 大臣的禅观取方说 无量寿佛观 或观释迦摩尼佛 或观莲花观 这个都是大臣的禅观 最后禅中的人也要站起来 发愿与回向 回向众生 回向菩提 跟回向法界 所以完整的修禅要有五个步骤 不是像你现在讲的 有些人到了南传去佛教 不就是看念头就好 挺好 看念头很重要 但是它不是完整的禅法 假如看念头就能成佛的话 那我问你 石头无念 那它不就永远都成佛吗 听好 看念头当中不一定有忏悔 也没有发愿 更不一定有般若波罗蜜 所以完整的禅法 应该要有这五个步骤 我再讲一遍 忏悔 发愿 诵经 静坐 与回向 你就抄这五个就好 接下来再看西藏最伟名的就是 灭勒日巴 昼夜精进 大家都知道灭勒日巴很多的故事 我在其他讲座也做过 我这边就不重复 再看看明末 憨山大师成为的肉身菩萨 中国有很多了不起的 我常常讲 再看下面广东南华寺 中间是六祖慧能大师 右边是憨山大师 左边是无瑕菩萨 所以新加坡的灵友 若你好好的发愿 有一个人正的出地欢喜地 而成为肉身的话 那你会震动全世界的 对不对 我们台湾有五尊肉的身菩萨 所以新加坡的灵友应该加油 当然身体是臭的是不净的 你想想看 新加坡很热 对不对 一天都要冲三次凉 对不对 有时候还要买香水 噴一噴 对不对 还化妆一下 你看半天就很臭 对不对 可见我们身体是不干净的 那传统呢 释迦摩尼佛采印度的这个仪式 所以火化 所以 假如你可以发愿成为肉身的话 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相信 佛法修行是真的 接下来再看下一张幻灯片 民国时代 修新地法门 禅中虚应老和尚 活到一百二十岁 中国历代近代里面最长寿的是一百二十岁 虚应老和尚一百二十岁 印光大师只活到八十岁 他就走了 因为什么 八十岁就很苦 释迦摩尼佛也是八十岁 各位我昨天问 请问你们要活到几岁啊 有人说师父九十吧 一百啊 很好啊 老的话要有功德 老的要有智慧 老的时候身体要很健康 对不对 不然你越老越糊涂啊 是不是又流口水 对不对 走路呢 阿公阿伯向右转 转到左边去 女生跟男生的厕所分不清 那你不是很苦吗 可是真正修行的人 他的念头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看下一张 虚应老和尚火化以后 他的射粒子呢 像水晶一般是透明的 请看幻灯片 切换一下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张照片 请问你想想看 你火化以后烧出来会是什么 很多人说烧出很多豆腐渣 对不对 事实上戒定会 是射粒子是戒定会的功德 当然我们不要执着射粒子 但射粒子的的确确是羞耻的功德 再看广青老和尚 台湾最有名的 沉静双修 他本身可以成为肉身菩萨的 但是呢 他要往生之前 因为他有三个寺庙 两个女众 一个男众 他把三个寺庙抢 最后往生前 一个礼拜 他改为火化 火化以后 他烧出来的射粒子 像五彩一样 珍珠一般 我亲自也鼎礼过 我还有一次去过 马来西亚 槟城 竹摩老和尚 让我看太虚大师的射粒子 全部像翡翠的玉一般 所以告诉你 我讲这些故事 告诉你是什么 大臣呢 陈定波罗蜜 跟波尔波罗蜜的功德 是很大的 你要精进的修持 你的心清静的话 这些功德 是可以修得到的 你看尊贵的实习师 大宝法王 好不容易 我拍到这张照片 他每天也是大手印的 法王虽然很忙 他每一天 心也是很宁静的 对不对 好 所以禅观有几个 建议大家 第一个 我先看 前行 正行 跟结行 每一个修行 都有前行 正行 结行 你不用急 你抄关键字就好 你专心听 因为这些东西 网路上都有 我都有上网 第一个前行 就是你要准备 智者大师的二十五种前方便 正行 正修 指跟观 就是我这几天 每天教你的 明天我也会教 第三个 就算呢 你静坐五分钟 跟十分钟 要结束 把腿放下来的时候 你也要念回向文 你也可以念很短很短的回向文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这个敬送是出自于法华经 也可以 所以你要回向 第一个 有二十五种前方便 请你们上网 商业经社有网站 我讲过 有些老菩萨不太喜欢电脑 没关系 你可以问你的小孩 或是佛友帮你download 现在不可能全世界大家都做这个DVD 为什么 全世界都经济不景气 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上网了 第二类 注意听 你要修的是心跟梦的解析 有一本书是西藏法王讲的 我也讲过 在商业经社 我讲第二章跟第四章 所以在禅修当中 你一定会有个问题 梦境 可以 我过几天也会解释 禅修当中有些梦是真的 有些梦是假的 你怎么去判断你现在的梦是真的跟假的 有一本书叫《心与梦的解析》 他有英文书 他有英文书 各位也可以看 第三类是我要讲的九柱心 在2006年6月份 新加坡佛教总会我讲过 也就是讲各种的禅观 注意听 我现在就讲九柱心的精简版 因为你们都太忙了 我先问2006年6月份 我在新加坡讲九柱心 有听过的请举手 在场的人 有听过请举手 好 没有关系 因为有些人那时候不一定认识我 注意听 九柱心是讲九个过程 是所有南传北传跟金刚称都会经过的过程 请看幻灯片 来 录音的人请不要录我 因为接下来全部都是幻灯片 藏传佛教有九柱心 注意看 他用一只大象黑色的做比喻 前面有一个人在跑 然后那个人就追着大象跑 第二只像头变成白的 表示一点点正知正念 接下来呢就往上跑 头的像变白的 最后那个人第四个 他骑到大象上面 表示他控制了自己的念头 最后大象呢 有一半白的 慢慢变成更多的白的 到最后上面全部是白象 最后那个人骑着白象 就飞到天上去了 这是西藏佛教九柱心的图 这幅探卡非常非常的贵 我在尼泊买到 那这个说明什么 注意听 九柱心不但在西藏佛教 是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就有 广论里也有 所以现在接下来呢 九柱心待会我会讲 有九个图片 我把它浓缩成为三个 第三个是我要做一下广告 叫做禅三昧经 揪摩罗舌大师翻译的 我在商业经社2007年 2月8号开始讲 现在还在讲 但是还没有上网 讲什么呢 五庭心观 什么叫五庭心观 好 请看下面 清净心是禅定的根本 佛教为什么常常要用莲花呢 莲花就是讲我们的心 莲花要出污泥而不染 所以我在商业经社 教他们要修五庭心观 专心听 第一个要修早上起来 五常观 可以对峙你的昏沉心 每天早上起来你们做什么 看我刷牙 匆匆忙忙上班 不要那么急 坐下来 静坐十分钟 你说师父我都来不及了 还要静坐 那你早一点起来嘛 早上你说一开始就匆匆忙忙的话 You won't have a good day 你不会有好的一天 跟你讲honestly 所以你早上起来要先修五常观 第二个修属习观 在南川里面也有 大乘师父 你们也会修属习观 注意呼吸 所以呼吸 属习观 是对峙你的散乱心 这个你们比较熟悉 第三个修不静观跟白骨观 对峙你的贪心跟恶念 你的淫欲心啊 烦恼心很强啊 看到美女呢 就心脏 蹦啪啪啪啪就开始跳 今天看到帅哥呢 头就这样 Hello 我觉得跟你好像很有缘啊 你头就昏了 这时候你要修不静观白骨观啊 对不对 第四个 要修慈悲观 对峙你的称心 与杀心 有些人啊 他白天啊 不会发脾气 晚上做梦啊 哎呀 破口大骂 骂老婆啊 那表示什么 你的称心这真的很重 你只是没有机会让你骂而已 第五个 对峙你的鱼痴心 可以修观佛三昧 可以观释迦摩尼佛 也可以观阿弥陀佛 当然也可以观药师佛 也可以观观世音菩萨 所以这叫五庭心观 我再讲一遍 无常观 属习观 第三个 不敬观 或白骨观 第四个 慈悲观 第五个呢 完整的应该叫 观佛三昧观 我这里是举 无量寿佛对峙 好 好 接下来看 久住心 我先放久当 我们的心像什么 各位 请问你的心像什么 我问过小朋友 请问你的心像什么 他说我像Mickey Mouse Catty Catty 是吗 可见呢 还有一个人更喜欢 我问他说你的心像什么 他说我要做Dolaemon 可见呢你看小朋友都喜欢卡通的东西 没错 其实你心像什么 你就变什么 好 第一个 注意听 他分三个阶段 九住心分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里面呢 每一个阶段在分大中小 所以一共九个 请你背起来 这个有一天我会考你 第一个阶段什么呢 Waterfall 瀑布 你看你的心 这是我去中国大陆 久在勾拍的照片 很漂亮吧 很漂亮吧 好